就是仿造我处理那个苗栗大埔农地的状况嘛 所以大埔是这样处理可以圆满解决嘛 就是经修了就开始了 就这年来来这样说回去这样给他挣扎下去了 纠缠不休了政府了 吴老先生虽然没有庞大的农地 但大埔这栋房子是他唯一的依靠 苗栗县政府在民国97年年底决定征收后 家属说他的身体健康就跟着低落的情绪走下坡 民国98年9月底 吴老先生心肌梗塞病逝 县府的强势作为没有因此变软 隔年8月初朱老太太因为农地被破坏而寻断全国震撼 但大埔争议还没结束 今年5月31号清晨 负责大埔农地丈量的竹南地震事务所主任 跳海亲生疑似都和大埔征收案有关 如果说也是因为这个案子的关系 我真的觉得这个政府是有点太超过了吧 他不把人命当一回事 已经有三条人命直接或间接 因为大埔征收案而离开人世 死者家属心中悲痛 希望借此呼吁执政单位能更重视 小老百姓的心声和心中的疑问 我提供自己讨相应的 建筑